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交互功能流程图呢 当今天一份文件 我们可能会去思考到 它有很多很多的项目要去做说明 举例来说 一般采购的一个采购方法 我们会用Word文字去写出来 你泱泱沙沙沙 可能要写很多很多页 可是流程图它的好处就是 一页可以让你涵盖它 再来 这一份 等于是说流程图的文件 它有各单位的说明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它跟一般流程图不一样的地方 它有很重要的就是单位别 单位别 还有功能别 它要去执行 例如说在一个一般采购流程里面 我们会经过需求 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评估 评估完毕之后 它会进行采购流程 进行评减流程 然后再过 再过来是一个付款的流程 这在公司的一个运行的过程 是一个很重要的顺序 接下来有了这些流程化的一些交互的一个说明 接下来它还有相关的文件 相关的文件可以直接呈现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 例如说以积合 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它第一个 它会设积合点 就是设这地方 例如说 它会针对这个需求 看看说 这个单位采购 有没有做好需求管理 它积合什么呢 它会积合这个决策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 它就去看说 那是不是相关的申请书 有按照 比如说采购的流程 来去做撰写 举例来说 是不是一个物品 一张申请书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审查 还有就是 这个审查的过程 可能还要去检查说 这个申请书 有没有单位主管盖章 类似这都是检核的一个重点 检核很少会去检核 这个提出申请 但事实上 事实上 有申请才会有审核 审查 所以重点是在这个审查 所以从这张图 如果是一个站在积合的角度来去思考 它是不是很快的就可以找到重点 找到问题的核心 然后让大家一目了然 我就是要按照 假设我今天 有了这张图 假设今天有一个新进的人工 他想要知道说 假设他想要申请一张请购 他想要申请一台笔记新电脑 他是不是只要知道这个程序 再来还有什么程序 还有跟他有关系的就是 因为谁去做评检 他自己要去做一个评检 评检说这个东西好或不好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就相关的文件都一目了然 所以交互功能流程图 它绝对优于这个一般流程图 所以当时在微软公司 它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创举 但是在台湾坦白说 您去看一下这个流程图 好像画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好像不是画得很精确 像这个地方没有看到单位别 也没看到功能别 也没有文件 那我们这样子大概讲解以后 你大概知道 怎么样去制作交互功能流程图 接下来我还想要再刻意的 请你们再了解一件事 就是这里面我们是不是手动打了一些文字 所以我现在想要把这个文字 选取起来 然后接下来 我们直接在常用底下 可以去做一些图形的样式设定 例如说填满 假设我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选择填一种颜色 因为都是用灰色 可能也不是很好 那也许我们用点别的颜色 接下来这个文字的大小 我们当然也可以去调整 然后例如说设为粗体 我觉得大小至少跟这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会调整这几个文字的格式 然后再接下来 把它对齐到 自己的这个地方 那这出纳也是 主记也是 那记得哦 就是出现一条直线 直线跟这两个是同一条 这样才叫对到 这样也对到 各单位 这个很难对 结果不去对了 还有会计 等一下你们也去对一下 重点是把这几个字变大一点 然后这个需求 这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因为 例如说你现在点选需求嘛 对不对 选到这个需求 假设自我放大 对不对 是不是要做到跟它一样大小 还有这个标题字 这个标题字 是不是也要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改成出题会比较适合 好 那就请你们动手去玩玩看 把这些相关的内容都设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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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交互功能流程图 它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概念 就是说假如说今天 这里面是不是没有参考到相关的文件 像刚是这个单位 控制 它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相关的文件 我们通常作业标准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个规则 你把那个规则来去做实践 举例来说好了 它一定要去看当年度的一个预算 我要是不受预算 如果说随便花到时候是不是不够 或者是太多 剩太多 这都是有问题 所以这里一定会有相关的文件 没有文件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到底什么是重点呢 只要是有决策的部分都是重点 通常一个程序会有一个决策 通常一个程序一定会有一个决策以上 来去做一个评解 我们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的一个主题呢 它应该是比流程图更困难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学习第十有的主要目的 点选档案 这边新增 有一个叫做交互功能流程图 最近使用的办法主要会比第一次开启的时候 它就放这四种 这四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最被大家所拿来使用的 有基本流程图 交互功能流程图 如果不找这个最近的办法 也可以找 先找类别里面的流程图 然后接下来再去选交互功能流程图 它跟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它多了这些上面的部分 还有中间这些线条 所以我们先点选交互功能流程图 点选建立 然后它现在问我们说 我们要建立的流程图的方向呢 是以由左到右的水平方向 还是由上到下的垂直方向 一般我们做这个流程图 看你的单位要放在什么地方 单位 这个东西叫 最左边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以程序为走向 还是以单位为走向 因为通常我们在做一个程序 会跨很多个部门或很多个单位 那我们先以比较常使用的水平方向 再来跟各位讲解 所以点选水平点确定 然后请各位先开启交互功能流程图 来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做到这边 通常我们在做这个流程图 我们理论上应该是先拿一份文件 那那一份文件的话 最好是明文规定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流程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别人做的采购的流程图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点选图片 一堆的采购的流程 所以我现在简单的先请各位来去概略性的看一下 各位流程图大概就是有程序 有决策 有开始结束 有止程序 所以像这种都是程序性的 可能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要画的就是这个 这就是属于垂直的 另外发现这边有财政局 然后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不同的单位 好吧 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采购流程来跟你们分享好了 首先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要采购一个东西 必须要先有人提出需求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交互功能流程图 它大概分成这边是放标题的地方 接下来这边就有第一个永道 第二个永道 依此类推 那来看一下这个交互功能流程图的图形 这边看到永道 然后呢 永道跟这个永道 好没问题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画这个垂直的分格符号 就用这个分格符号 那既然有水平也会有垂直 其他的东西全部都在基本流程图里 好 请问一下采购的第一件事情 应该是有人提出需求 那我例如说 我们有一个程序 好 这个程序是指什么呢 就是说假设今天小明 他先提出来 想要买一台电脑 例如说他想要买一台笔记型电脑 所以他提出需求 请问提出需求之后 他的主管是不是要去做申请 他主管是不是要去做审核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审核 这个审核是不是就变成 这个单位要去做的事情 单位主管 好 那当然如果审核的结果会有同意或不同意 所以通常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画一个连接线 从这边回到这个地方 就是为什么是画这样子的方向 因为我们要继续往右延伸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边 这应该叫做提出申请 应该是申请就好了 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一个单位主管审核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呈现 单位别好了 您觉得应该放什么 我先画到别的地方 叫做什么 这边应该是放各单位 就是哪些单位可以来去做提出申请 应该是所有每一个单位都可以去做这件事 好 会画到这边吗 这是第一件事 就是说 我先把哪一个单位 先明定出来 接下来我去把提出申请的人 然后他必须要经过单位 同样这个单位去做审核 那当然就是他的主管审核 审核完毕之后 这边是什么 快速点两下 这边是不同意 这边就写一个no 就是退回 那当然还会有什么 同意 就等一下我们再去画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是不是跨到第二个单位了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我这样子讲 你应该比较容易懂 这个永道的概念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先画到这个地方 那需求单位呢 它提出需求 稍微注意哦 我左边有空 一点空间 那通常最左边跟最右边 我们可以加放文件 例如说 你总要填一个需求申请书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我们在第二个永道里面 应该是放 例如说 另外一个单位 另外一个单位去做什么 是 然后接下来什么单位 好 假设我们今天定义 就是 当这个需求 单位主管 申请觉得 单位主管审核 觉得成功 觉得应该要购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假设是到主计单位 主计单位 它来去做审核 例如说 到底我们还有没有多少的钱 可以去购买 购买符不符合 那个需求者的一个物件 它也必须要去做一个审核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直接把这个审核的结果拿到什么程序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画在审核的下面 但是呢 这个程序应该是要放到右边一点 就是我们会用一个阶梯式的来去呈现不同的单位 好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画的太 就是距离太遥远 当你在挪动这个物件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定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里面我们应该放置的是主计单位 就是它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应该它这个时候 它要去做一个就是说 判断是否要去做一个采购这件事情 或者是它去接收到这样子一个资讯 那它主要还要再去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呢 它要去决定说 它要不要 它在这个地方 它可能是不是要去汇集找相关的单位 来去做一个决定 要不要购买 好 例如说这边又是一个审核了 或者是要不要收集到一定的程度再去做 好 这边应该是主计是它要去做一个控制 好 然后接下来它这边审核 审核的如果说它没过的话 它可能要退回去给这个单位 所以只要是有审核 它就会有一进二出 像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no 这边当然就是yes 那我们来看一下 针对这个控制来说的话 它可能说三五台一起做决定 然后接下来它要去做一个判断 这个笔记型电脑需不需求 然后假设当今天它觉得不适合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去退回 退回给它 好 那退回我们等一下再去 再去画 不对 退回这时候我们要画完 所以要用连接线 从这个地方来去画 那你看 当我今天连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我会建议最好是把它拉到外面一点 好 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说今天它审核 它觉得不太适合的时候 如果你拉到这个地方 会跟它变成说同一条路线 虽然结果是同一条路线 但是这边可以明确的知道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地方 好 我觉得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地方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审核这时候不过的话 快点两下写一个no 好 那当等一下要继续画 如果审核过了 它可能要通知别的单位来去做购买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什么单位去做购买 如果第二个物件重复你要去使用的话 有一个小技巧是这样子 左手按住Ctrl键 然后透过这个指标工具 按住它往右 好 我们就可以产生一模一样的内容 把这个内容改成什么 这应该是主记 主记的工作 你们还是叫秘书室 总共有一个单位要去做这件事 它还不是采购哦 例如说它决定说可不可以买这件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这件事 那我们接下来画到这个地方呢 在基本流程图里面 它没有涌到这个观念 所以呢我们要点选这个交互功能流程图 来继续画这个涌到 好 因为我现在画的是由左到右水平的涌到 所以呢我就要选择这一个涌到 按住它 其实不管你怎么放啦 假设你放在这个地方 它也会接进去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插入 好 当然我们现在应该是放在这个位置会比较适合 所以这边就第三个涌到 那这第三个涌到 我当然除了增加这个涌到之外 我可能还是要去放一个程序 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是来自于它的 来自于它的 然后 什么程序呢 那就是说它可能按照 按照什么公务人员采购的什么办法 所以呢它必须要把这样子一个购买的需求呢 来去提供给 提供给 例如说采购这个单位 那 当我们今天点选这个采购这个单位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再做决策 决策 就是说 它要去做一个购买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不设这个决策点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假设今天买进来这件事 看你要不要决定 经过一些检查 好 所以这是下一个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出纳 它准备要去做一个采购 那采购进来总需要去做什么 评检嘛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边的一个 决策点应该是一个 例如说 检查 货品 好 所以采购进来去做评管 那这可能应该是什么单位 把它列出来 好 假设是出纳 好 那如果是no的时候 可能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个厂商 好 或者是说我们 会有一个什么 招标的程序 或者是跟什么 中央什么什么单位 来去做一个采购 这 就看那个 机构是怎么写的 因为这个地方哦 如果 这个货品 是不良的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个退货 好 所以退给谁 当然不是退给前面这些单位 应该是要退给厂商 好 所以 这边应该理论上会有一个功能 就是 应该会里面包含一个厂商的一个程序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就 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去增加永道 然后去完成第三个单位的采购 继续参考到我们这个 例如说单位别 单位别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程序 程序 那接下来呢 大概大致上哦 这会计部门他要去做一个付款 那付款付给 例如说外面的一个厂商 所以这边我就不画了 好 所以接下来是 是一个就是说 采购采购进来要经过一个检查 检查如果是OK 没问题的 他才去做就是付款的动作 其实这边要继续画那个永道了 只是我 我这边永道我就不 不再一一的去画了 或者是说我下面不是还有一个永道吗 其实我就可以 把这个 这些内容 直接 搬到下面来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 永道 往上 移动 好 好 就提供给你参考咯 那这这边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整个做完 例如说我这边我再加一个永道好了 然后再把这个部分付款搬到这个永道这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大概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功能 一二三四五 然后接下来跨几个单位 这就是他比较好的地方 OK 还没结束哦 所以就请你们先去先做到这个地方 好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当我们现阶段这个流程 假设已经差不多画完 画完之后呢 我们可能会希望就是把相关的功能 打在这个地方 好 这边应该是各单位提出需求 好 所以例如说 针对这个功能应该叫做需求 然后接下来 这边应该是预算的控制 预算的控制 或者是责任单位 他去评估说到底可以买或不可以买 好 一个 那个 应该算是 击合检查 检查的动作 或者是评估吧 好吧 我写评估 然后 有了这评估之后呢 我们应该要去做 直接做那个采购 有采购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评检的动作 评检 检查完毕之后 我们就会有 就是 付款 会计部门付款这件事 好 所以 整体性来说 我们有五个功能 再来 跨四个单位 那 当然有可能就是说 会计部门提出申请 那这边就是会计 主计 出闹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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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至少三个单位 所以 比刚刚流程图来说 是不是更能够强调它的功能性 以及 跨单位性 因为在流程图里面有开始有结束 那是不是还有文件跟资料 例如说 文件 在这个地方应该会有一个文件 就是 申请书 没有这个申请书 不能用说的 申请书 还有在评估这个地方 评估 那它可能要去比照 例如说它的一个实际的预算 或者是之前的一些什么文件 作业标准什么之类的 那那些我们先不列 这边采购总会有一个文件 因为采购的话 应该是 拿到 这个采购单位要拿到 这样一份文件 而且要经过这个主计单位 要去签名 然后 它可能 就会 这边有一个像 产购书之类的文件 在这个地方 应该会有一个评检的文件 这个评检文件 最后是要送给会计 那会计部门这个地方 应该会有 例如说 凭证 也许是发票 也许是一些支付的一个证明 所以 这些的文件 这都是有相关的文件 都放在这个地方 这也是交互功能流程图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我们把这相关的文件输入好 例如说 这是申请书 这个应该是采购单 接下来这边应该是评检 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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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检单 那这边可能就是 例如说是发票之类的 好 这样是不是就整个都对起来了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这样子一份交互功能流程图 就差不多制作到这个阶段 可以告一个段落 好 请你们动手把剩下的部分完成 为了我的上课方便 我就先把这个交互功能流程图 先把它储存好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画好一页 对不对 我先把它领存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作品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不应该是叫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了 这是一般采购流程 而且我也不知道是哪一间公司 假设我这边我就写一般 一般物品采购流程 而且这个流程应该是什么 交互功能流程 怎么讲呢 一般物品采购交互功能 因为交互这里面会牵涉到 功能面跟单位全部都呈现出来的意思 然后重点是 你们在做一个修改的时候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好了 假设我现在动一下这个内容 这边是会看到一条曲线 这条曲线会让我们知道说 这就是画到第二页 这个部分内容会在第二页呈现 那当然你在调整的时候 是不是希望往上调 调整到一页里面 可是有时候会不太好调整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我现在想把这个物件 这一组的物件往上移动 往上移动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涌到我就希望说它能够移到这边 那你会发现就是说可能上下一动 它就整个整个调整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比较倾向建议你就是 先想办法先选到这一个区域 这一条涌到 这个涌到然后往上调整 先动这些物件 然后例如说往下调整 调整到适当的位置 接下来呢 不要有物件挡在这条线上 这个时候 它才可以去往上调整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也没办法调整到 你理想的一个范围 就是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就不让你再往上调了 现在主要是卡在这样子 它要求就是说 你的一个物件要贴起到隔线 贴起到下面那个网格的隔线 当然这也是可以去调整的 但至少 至少你现在有这个隔线约束你 你会调的比较好一点 那稍微注意一件事 这是全选 全选 如果我们现在全选往下移动 你可不可以再把这个物件 整个往上搬 可以的 例如说全选 全选完毕之后 按这个蓝色的边框 然后搬到最上面去 这样就可以去做上下的调整了 好 记住Ctrl加A 然后最好是在缩小比例的时候 来去做这件事 你会调的比较好 但是调整要你自己去动手做做看 才会比较有感觉 好 所以请你们原则上调整到一页里面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常用底下有一个还蛮不错的 叫自动对齐及加空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选到这些单位 的这些相关的流程图 然后直接点选自动对齐及加空白 他就会 例如说这边 他知道是在同一个单位 同一个需求的部分 好 所以他就直接 以最佳排版的方式展现出来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相同的一个单位 好 我想应该也没有问题 接下来采购也没有问题 然后贫检也没有问题 好 然后最后付款也没有问题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 假设我现在把那个付款 好 例如说翻到这个位置 那相对的这个高度 我就不用这么高了 所以稍微把它调小一点 那相对的这两个 是不是也需要调小一点 好 所以 往上 然后再把这条线呢 往上缩小 好 那这个 是不是应该提到这个地方 有一点距离 好 然后 接下来就把这条线往上移动 最后呢 调整好之后 Ctrl加A 然后缩小一点来去 来去调整到这里 有没有发现还是超过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呢 通常我会做一件事 就把整体 整体 的高度 缩小 缩小到至少是 这个里面 这条线的上面 我会刻意的动手做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再去调整 再去调整 对了 刚刚这边忘记选到 所以我先还您一下 就是 这右边的这些图示 也要跟着一起缩小 要这样子 那相对的 这个时候呢 这条线是不是要再上映一点点 所以我刻意的会先把 这两个物件稍微往下移一点 让它不要动到 好 所以往上调整 接下来就是 这些内容稍微往下降一点 然后把这条线 然后把这条线 这个物件稍微往下来 然后再把这条线翻上去 然后再把这条线翻上去 这两个 这两个要移动到这里 这两个要移动到这里 可以稍微放大 可以稍微放大 来去看 记得喔 最后如果说 它又往下掉 是不是 整个再移上去 好 最后提供给我们参考一下 这个功能叫做自动对齐极佳空白 那我们当然在这个地方 标题也是另外一个重叠 而且在这个地方 直接快速点两下就好了 它并没有放在这里 并没有放在一个什么 设计底下 然后框线与标题 其实直接在这边就可以做了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设定我们的标题 我提醒各位 二到三个key 这是一个重点 什么内容呢 像这边应该叫做 一般采购 然后交互功能流程图 好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这件事情 那顺便把背景也设一下好了 背景 假设我们现在背景 我们选择一张白色的纸 或者是看你喜欢哪一种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选择这一种好了 上面浅一点 下面是 下面是所谓的一个 叫深一点的颜色 可是要请各位注意 这一张图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插入我们的这张图片 而且把这张图片呢 调整一下大小 所以这时候是按住Ctrl键 然后接下来把它置中之后 记得颜色在哪里调 颜色我们就可以在 格式 对比或亮度 最下面这个图片校正 例如说把它的透明度 改成95% 好我们现在点一下页面 1 你就会看到 刚刚设好背景 还有标题 整体的一个设计 大致上就长这样 记得最后把它储存起来 那就麻烦请们现在动手玩一下咯 好 好 监装 好 好